原标题 虎啸龙银中死人救了司马懿的儿子 而他也是搞死司马懿的死神 虎啸龙银中将为吴家石之战 曹修中了东吴的炸祥计 被打得落花流水 司马懿请贾奎保护自己的儿子司马施 最后贾奎把司马施救了回来 司马懿说 恩宏再造 这个把这两人的战斗有意生还了 但传说中 最终却是贾奎的鬼魂搞死了司马懿 事实上贾奎和司马懿的生涯当然多有交集 司马懿是曹操的幕府中人 大秘书 运筹为我之中 贾奎多年征仗在外地 总的民情人心 善于治理周俊 都是曹魏国的祝识级大臣 曹操奉天子已考不成 要的就是贾奎这样忠贞魏国的人 曹操大人总理天下 见到贾奎的业绩 说道 如果天下二千十的人都像贾奎一样 我还担忧什么 一 贾奎的故事 贾奎自量道 这个人 非常的硬脾气 曹操和元少俩雄决死于关渡 元军别堵进入河内 元少的大将郭元已经占据上风 把河北各线纳入原室 贾奎坚决反对 败后被抓 对郭元说 我是国家大臣 你们怎么敢让我对你叩头 郭元要杀他 众人求情 饶了一命 关起来 以后杀 又让一个请住的义士绑走 老贾的早年 就以硬气著称 后来贾奎担任农太守 战事军政分离 驻地军官不大听从政府长官的话 脾气很大 老贾大怒 抓起来被我打 打得军官脚垫断了 长背 老贾被撤职 曹操还是爱惜贾奎的才华 没多久又启用 继续出力 司马懿和贾奎合作最多的是 曹操死的时候 老贾侍中军坐镇 司马是左右帮忙 在曹魏全力交替的关键之时 贾奎和司马懿一起出力 为曹席顺利继承为王的大位立下大功劳 曹操的勇武之子曹张问 我老爸的印寿在哪 贾奎说 这个是不是你可以过问的 这个臭脸普通人是不敢做 因此贾奎也得到了曹魏的大信任 虎啸龙吟中老贾可以制衡曹修 也出于史实 加石之战 是贾奎救了曹修 司马懿还在十万八千里之外野 贾奎的植物是玉州墓 所以后人称贾玉州 这一战后 贾奎没多久就死了 二 长命的司马懿 如果司马懿五六十岁死掉 一定和他哥哥司马懿一样是大魏的忠臣 搞个一号 大魏征锡将军 威侯什么的 不料这个人的命影 什么事也难不了他 拖到千古人龙诸格亮 而后还有谁可以和此人相抗衡 司马懿的变化 外表体现出来的是他平辽东的狠辣 砍下一大批脑袋 堆成一大个锥体 号称金关 现代考古发现很多脑袋的堆集体 都是古代名教征天下的象征 司马懿平辽东 已有天命有归的传说 老司马是指千年狐狸 忍天下只不能忍是他的本事 所以诸多事情总是隐忍未尚 冰山的一角 就是苦烈的性格越来越明显 魏宁帝死 脱后始于司马懿和曹爽 司马懿一直处于本分工作 反而是曹爽上台 打压司马懿 七零皇室 过于不堪 曹魏的一大批老臣大师所望 司马懿才联合老臣们动手收拾曹爽这一伙人 曹魏家平陵年 曹爽和皇帝曹芳一大批人去高平陵祭拜魏宁帝 司马懿发动政变 拦住回城之路 要曹爽交出兵权 以富贵家人回家 结果曹真这个和猪狗一样的愚蠢儿子投降 真的交出兵权回家吃肉 被司马懿一网打尽 司马家以多年征仗四方的业绩未本 以知人善认为之 广皆人才 收拾人心 没过几年 天下归心于司马时宜 三 翻脸司马懿诸扎的曹爽集团 曹魏根基大洞 当时的皇帝叫曹芳 比较懦弱 原先效忠于曹氏的军队都想起来搞掉司马家 匡扶天下 最早起兵的是王陵 这人和司马朗司马懿兄弟及贾奎都是好朋友 王陵是征都将军扬州四时 外甥领胡于是滚州四时 整个淮南队都无前线 都在他们掌握之中 定胡本来明俊 打西北胡人时 手下高手田玉小有过错 他要杀老田 皇帝曹皮大怒 骂他 定胡俊你怎么这么蠢 改名领胡于 这就生二人受曹魏大恩 一看情况不对就想动手 计划是废掉曹芳 比年纪大的曹操的儿子曹标为皇帝 摆脱司马家的控制 正在交流消息时 定胡于死了 王陵依旧派人找关系 要起兵打司马家 王陵要起事的消息还闯到司马懿耳朵 司马懿率大军连水路进发 先派人被王陵一封安慰信 这是司马的一贯作风 让敌人以为没事 然后大军出其不意地直逼王陵驻底 王陵被骗 兵临城下 没办法 交出应兽 自己绑了在水边的司马懿 司马派人松绑 送还他的物品 再次安慰王陵 你自己上京城去和皇帝解释吧 老朋友已经翻脸 如果贾魁地下有之 也要有各战队问题 以贾魁的忠贞 想来他会毫不犹豫地为曹魏家出力 4.报仇王陵建没有当场追究责任 又只是和司马懿是老朋友 就坐了小船要去见司马懿 司马懿派人在河中间拦住王陵的船 老王明白事情严重了 隔着石来杖 王陵说 老哥你来封信叫我我就到了 干什么带大军前来 司马懿说 因为你不是一封信会叫得动的人 王陵叹道 你对不起我呀 司马说 我宁可对不起你 不能对不起国家 派六百步骑兵送王陵去京城 一行人走到向县 王陵再一次试探司马懿的心思 向司马提出要兵棺材的棺丁 司马懿立即派人送了棺丁过来 王陵知道这次死是免不了了 向县的水边见有贾魁的词 贾魁治理江怀一代功继卓越 深得民心 此后老百姓追念贾玉州 在江河边为他建了祠堂 纪念祭祀他 王陵到祠堂里 对贾魁的素项大声说道 贾良道呢 贾良道 我王陵是大魏的忠臣 你在天之灵会知道我的真心 一定要保佑魏国的兴旺发达 就在贾魁的词中喝下毒药自杀了 司马懿再次对王陵 令狐瑜这次行动进行了清算 王陵令狐瑜都遭到剖开棺木 陈诗三天的死后羞辱 被灭三组 曹魏国第一次针对司马家的抗争 还在强暴中就被扼杀 司马是嘴正敌的心狠手辣 全面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年秋八月 司马懿动不动就梦见王陵 贾魁两人变成厉鬼来找他算账 每个晚上这两人骚扰着司马的梦境 让他心惊胆跳 终于已病不起 呜呼哀哉了 贾魁生前是曹魏的大忠臣 死后还把曹魏的掘墓人 司马懿带进了英曹地府 对曹家的功劳真的比天还大 只可惜天下总有些奇怪的事情 让人不胜唏嘘 贾魁的儿子贾冲却是司马家的第一红人 在帮助司马昭以近代位的政治斗争中拼尽了权力 魏境之间最有名的是军案 司马家杀曹魏皇帝高贵相攻曹毛 出在第一线 亲自指挥手下杀死曹毛的正是贾冲 如果地下有之 贾魁父子相见 该如何是好啊 历史堂官方团队作品文 米奇六 团队作品文 异出在第一线 短短队作品文 宝贝